一國兩制是史無前例的構想 但是香港回歸至今 好多人漸漸只重視兩制 而不再理解一國的意義 自從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之後 港人享有的民主和選舉權力 大大超過港英時代 然而自從2014年的違法佔中事件開始 反對派逢中必反 縱容黑暴支持港獨 甚至要求他國制裁香港 甘願做外國反華勢力的政治棋子 對抗特區政府 引發社會動盪 甚至有公務員都參加其中 支持各類違法活動 他們的行為犧牲了香港的發展前途 重置港人的利益於不顧 約任由他們活躍於政治體制內 會令到香港成為反中前兆站 後果將會不堪設想 唯有鞏固好治港班子 更準確地落實一國兩制 今後香港上下一心 目標一致 重回正確的發展道路 積極融入國家的發展大局 令到市民共享國家發展的紅利 這樣香港才可以脫胎援骨 重新成為耀眼的東方之珠 對抗特區政府